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开发中的学科 所谓开发中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想要学的人很多 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办法在任何一所大学 找到相关的科系 甚至连相关的课程都还非常的少 在十年前我在高雄的中山大学 第一次开了一门形象美学的课 很多我在美国的这些朋友 我们同业有一个刚刚提到的 AICI国际形象顾问协会这样一个组织 大家都也很高兴 觉得说还蛮具有指标性的 也就是我们算是第一次 在大学里头开这样相关的课 当然我觉得更幸运的就是在四年前 我在高雄参与学院 这也算是台湾一所很重要的一个观光学院 我们开了一系列的相关课程 这当中包括了 除了一直我们在谈的形象管理概论 当然还有服役管理学 仪太美学 国际礼仪 还有这个肢体语言 还有这个人际沟通等等这类的课程 那算是把这个形象管理 给它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范围的界定跟整理 所以呢我觉得很高兴 就是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把这样一个 已经在发展的有一点点成型的一个概念 把它带到这边来 那今天呢在这短短的这六个小时当中 以上啊我刚刚提到这些课程 我们都会把它的这个精华的概念 把它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当然呢这个课程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松的课 到目前为止各位脸上还带着非常凝重的表情 实际上呢在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事实上有比较多的是叫做食物的部分 也就是它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会放松你的心情 但是呢在第一节课啊我想不免的啊 因为既然是第一次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点点的理论概念 一点点的理论概念 那究竟这个形象管理这样一个新的东西啊 它里头有哪些理论 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因为实际上我们称它叫科技整合嘛 这里头包括了传播学 包括了行销学 包括了一些社会学心理学 当然还有我自己个人最有兴趣的 就是一些美学的概念啊 那所以我想在今天呢 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 这当中有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理论基础 那但是它都是在你 我称它为理论基础 你看了这个架构以后 你就觉得说 哦它真的很简单啊 真的很简单 因为事实上我们只是借用这些理论东西而已啊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两个理论基础 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称为传播学的概念 传播学的概念用在这个形象管理当中 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就是 它可以在我们谈到形象定义的时候 藉由这个传播学的概念 让它变得非常清楚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我在很多地方演讲上课 我用的最多的是行销学的概念 行销学的概念 那么如果各位有行销的专家 你可能等一下就会觉得说 啊老师这个行销学概念简直简单到没有办法 它真是太粗浅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概念把它带进来之后啊 整个形象管理它的范围 它或当中大家如果陆陆续续想要在这方面学习的话 有哪些不同的这个方向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今天在第一节课 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点点的理论概念 那我们首先来谈谈传播学 为什么谈形象跟传播有关 简单的讲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讯息的传递 有人之间有没有讯息传递 我想请问各位 就在各位这样呆呆看着我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讯息给我 当然有 点头当然讯息就更明显了 对不对 那我在讲话 讯息有没有比较明显 没错 所以人你知道吗 很有趣的是只要你跟人接触 任何方式跟人接触 你都有讯息的传递 那我们当然今天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接触方式 就是我们是叫做现场面对面 那当然如果今天是透过电视来观赏的 那也算是一种接触 但是它算是一种透过媒介嘛 它算是第二类的接触 所以我们这个是第一类的直接的接触 那各位觉得哪一种接触效果比较直接啊 你看你们现在讲话我马上就听见了 对不对 所以呢是我们现在这个面对面的第一类接触 它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人很有意思 我们去研究形象 首先一定要有接触嘛 对不对 人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没有形象的烦恼 你觉得 你完全不用考虑到形象 睡觉的时候 我后面还要刮胡 如果你是一个人睡 最简单的讲就是说 比较精确的讲就是独处了 一个人 我一个人 旁边没有任何的方式 别人可以跟我接触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很自在啊 很自在对不对 哇你在家里你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就觉得很舒服 但是你会想想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吧 哎我们难免要跟人接触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形象跟你没有关系 只要人一有接触 就开始 我们就开始交换形象的讯息了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架构啊 哎够简单吧 两个方块啊 主体客体投射 如果我说我是主体 那各位对我来说是什么 客体啊 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投射我的形象啊 投射各种的讯息给各位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象的概念 所以从刚刚到现在我讲话大约五分钟了啊 那各位应该对我有一点点认识了 对不对 算下有没有初步的认识 看各位都是深思熟虑的人啊 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好我们有六个小时可以慢慢认识 没有关系啊 好那么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我不是单向的投射对不对 这个是互动的 所以呢事实上呢 在各位的角度来讲 各位变成了主体 那我又成为一个客体 所以呢在这个场地里头 我们其实这个是一种双向投射 主体跟客体它会互换 所以这就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循环模式 结果我们发现啊 在传播学里头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模式出来 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简单的那两个方块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东西 这个是当然是传播学学者做出来的东西 他稍微把它写的复杂一点 也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都同时是叫做制码者 就是我们可以传递讯息 做出一个讯息来 但是我们接收讯息以后 我们要不要解码呀 需要啊 我们在脑子里头 比如说我看到各位的表情 我可能要做点调整 那如果各位表情越来越愉快 我就讲得越来越开心 如果各位看起来精神不济 老师就有责任要做什么 讲个笑话什么之类的 从而言之呢 就是说人同时 我们制出这个讯息 做出讯息来 我们把它传递出去 但我们接收讯息以后 我们也在脑筋里头 去做一个解码的动作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 我们在传播学上用的 很简单的一个循环模式 那么我要讲到形象定义了 我们怎么可以套它啊 形象定义呢 其实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我们可以讲出很多不同的概念啊 我曾经在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 我问了台下的这个 这个下面有大概200个学生啊 我通常会问台下的学生说 你在你的想法里头 形象是什么 这当中啊 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学生 给我一个回答 我非常喜欢他这个简单的定义啊 是我听过最最最简单的定义 只有七个字 他告诉我说 这个学生反应真快 他立刻就举手了 他说啊 老师 我觉得形象就是 他人眼中的自己 各位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够清楚吧 他人眼中的自己 就别人怎么看你啊 那我就觉得真不错 这学生比我还聪明啊 所以呢 我就帮他把他这个定义借用过来了 这是我我称为最简单的形象第一 当然各位在讲义上看到的 这个是我这个做研究的人 给他的我称为最复杂的一个定义 最完整的一个定义啊 那你如果用文字来直接叙述啊 哇真的是一大串 不过我跟大家保证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呢 是今天最长的一张文字的这个叙述了啊 其他东西都很简单 好 我这边写的人的形象包括了什么呢 这个人本身 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地事物 所传递出来的讯息 每个人 呃我们跟我们相关的人地事物 我想跟各位聊一聊 你觉得和我在这个地方 和我相关的人地事物是什么 你们和我相关吗 你们现在穿什么 我就得负责了吗 听起来还蛮蛮沉重的 好没有关系 如果我各位我今天带来一个秘书或助理 你觉得他和我的相关性和各位比起来 他的相关性会不会更跟我更密切一点 会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带一位助理来的话 那我的助理的穿着打扮似乎跟我就更有关系了吧 是不是 那当然各位今天上完课之后 就六个小时结束后 各位的穿着打扮我就得负责任了 因为各位就是我在中国的第一批的学生 好 所以呢 和我们相关的人 和我们相关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和我相关吗 大家突然觉得不太有把握 相关 很好 我今天啊 我可能比各位多来一次 我昨天就来了 所以这里跟我的相关性 有没有很密切啊 稍微比各位密切一点点 你说我要为这个地方的长相负责吗 稍微啊 稍微 没错 跟你越相关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家里头 你的办公室 这个地方跟你密切吗 跟你密切 跟你相关的人 地 我们都讲完了 跟你相关的东西呢 身上的东西 用的东西 你觉得在这里跟我最相关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身上穿着衣服 没错 这个是显然 我讲到现在为止 跟我最相关的东西吧 这个东西是别人帮我选的 还是自己选的 那当然自己选的 包括今天早上啊 连这个麦克风的位置 我都很挑剔 好 就一定要把它放好 不能够破坏整体的这个景观 那你知道吗 我的身材本来极佳的 结果麦克风后面把我身材弄歪了一块 你看到没有 凸起啊 就我刚本来很介意这个地方的 好了 所以呢 你身上或跟你相关的所有的东西 这个也是当然你形象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和你相关的事情 人若经过相处就有很多事情发生 那这当然和人相关 那所以你看形象没有那么简单 那再来 他人经用各种的管道来接触到 我们今天我刚刚讲过是哪一种管道 第一类接触 面对面 那还有很多其他管道啊 对不对 再来 我们在接收管道的时候 接收讯息的时候 我们是用哪些感官呢 各位 好 很好 我们今天有很多视觉的接触 听觉 好 那你告诉我 这个房间里头 有没有什么嗅觉的讯息 嗅觉的 很少 恭喜大家 因为嗅觉的讯息 也是这种很重要的讯息 假许我们今天在场 有人擦了非常浓的香水 这算不算一个很鲜明的讯息 算 好 有人早餐呢 去吃了韭菜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讯息 但是它还是一个讯息 是不是 所以呢 总而言之嗅觉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最后还有触觉 人跟人见面 我们通常一个很习惯的一个礼貌是什么 握手 我们会有些触觉的讯息 总而言之 有很多的这个管道 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感官 我们可以发挥出来 最后啊 在脑子里头 要去处理这些讯息 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感官感 这叫做形象 哇 天哪 真复杂 好 所以呢 刚刚的这么长的叙述呢 其实这里头提到了四个重点 第一个 形象从何而来 第二个 形象怎样传递 第三个 形象怎么去接收 最后 形象怎么样去形成 大概是四个重点了 啊 好啦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吗 形象从何而来啊 除了你个人本身之外 和我们相关的人 地事物 各位 在各 在座各位 有是那种同事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一块来的吗 有啊 小心你隔壁的人 他的形象 和你有关 啊 就是说 如果你们关系越密切 本来就是 你们的形象是有交互影响的 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嘛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嘛 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很在意 我们怎么去选择朋友 我们跟哪些人在一块 啊 那各位一定也有这样的概念 比如说像现在国际之间啊 呃 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上的选举啊 在选举的时候 呃 这个候选人 他的配偶 你觉得扮演的角色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对 因为你的配偶的所有行为 你不能跟我说 哎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他是他 我是我 这不可能的嘛 所有他的行为 这个都是交替在影响的 所以跟我们关系越密切的人 呃 我们应该是越要仔细的去选择 这样子才会 不会说真正破坏到我们自己的形象 那再来我刚刚讲到的物啊 我除了我刚刚讲到我们身上的穿的衣服之外 还有什么物啊 跟我们自己的形象有关 嗯 你觉得除了服装之外 嗯 好了 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从你今天皮包里或皮夹里头拿出一张名片 你觉得这个名片和你形象有没有关系 各位 你在名片递出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情 你应该是这样子 非常骄傲的 你有没有在递出你名片的时候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 名片蛮丑的 嘿 怪不好意思的 或者说名片很皱 你的名片有没有好好的收起来 好 有没有 你有没有名片夹 还是说你随便放口袋里 好 男士要小心 我认识很多男士 他们的口是随便随便到处乱塞的 我有一次跟一位男士在交换名片 这位男士呢 在跟我握完手 我递给他名片之后 他说 啊 老师我拿名片给你 就全身上下 每个口袋这样掏 掏了一次 什么也没掏到 那我看到他慌了 我就说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他说 有的有的 我真的有带 有带啊 又掏 掏了第三遍 终于掏到了 在他的这个西装的里面 衬衫的口袋里头 掏出了名片 因为慌嘛 你知道 就冒汗了 这样 名片递给我的时候 我双手一接 你知道吗 这名片 名片是湿的 你说这样子好了 这个名片跟他有关吧 这个东西我们接过来是湿的 你说这人的形象还有吗 哎 真的是 我就在一瞬间 这一个动作之下 你看这人形象就破坏了 所以和我们相关的东西 大大小小的 都是和我们形象有关的 你不要以为 你这口袋里插的 这支原子笔 和你这个形象没有关系 笔跟你形象有没有关系 各位 有没有做业务工作的人 你需不需要在有些时候 拿笔出来让人家签名啊 你说你这是笔 能见得了人吗 哈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有些人真的很 很讲究他的笔 有些人那个笔是那种 你知道在外面餐厅 人家送的那种 对不对 一拿出来上面写 麦当劳什么的 他就说 哎 就是什么 这么随便啊 对不对 所以要小心 跟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 大大小小 或有些人他开的车子 骑的车子 这样的大件的东西也一样 它都是人的形象的一部分 好 那么各位和你相关的地方 从此要好好的打理一下啦 你的办公室 尤其你的办公桌 那个附近楼 是不是 那各位 那各位你的家里可以随时让客人进去参观吗 通常不行 要预先通知 对不对 要是我你随时来按我家电铃 我一定打开门跟你说 三分钟 然后再进去赶快整理一下 通常是这样啦 那所以呢 和我们相关的地方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人家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最后呢 时间拉得越长 人交往的时间越长 是中间发生的事情越多嘛 那所以呢 很多很多事情的累积 就可以让我们真正很清楚的认识一个人 所以就是 骇人相关的事情 那当然长久下来 它就会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形象上的作用 培训就是生产力 学习就是竞争力 有实战经验极强的培训师 现场讲授操作性极强的培训课程 问题能否解决 改变是否发生 是衡量我们课程效果的唯一标准 敬请关注知名培训师课堂 人的这个形象的传递 我们刚刚讲过了三种 一个叫做面对面直接接触 这个接触啊 有个好处 因为什么 很直接 马上可以互动 那第二个叫做小众之间口耳相传 小众之间口耳相传 你知道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哦 讲得好听啊 叫做什么 分享讯息 讲得不好听啊 叫聊八卦 那各位你会觉得你是在做哪一件事呢 其实它是一样的事情 基本上来讲就是把你知道 所见所闻 再去告诉其他的人 那么小众之间口耳相传 和这个我刚刚讲的滴泪接触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哦 注意 第一个 它的扩散性比较大 比如说今天在现场 我们这边可能是差不多四十位朋友 这我们做的是叫做第一类接触 但是各位 如果你去把今天你上课的一个心得 每一个人又告诉五个人好了 那这样小众之间口耳相传 扩散成为多少个人啊 哎呦 这么简单的算术 想这么久 哈 哈 两百个人嘛 两百个人对不对 那所以 它是有扩散性的 但是它一定准确嘛 那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你去听来的事情 你得要判断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场的人 他的感受 他会去告诉别人 那假使今天好了 三十八个人都觉得 哇 这个课真的很棒 偏偏很不巧 有两个人觉得说很不对位 于是呢 这两个人去告诉来 另外的那十个人 可能就认为这个课怎样 没价值 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听来东西不一样啊 没错 因为呢 我们的消息来源 不见得相同 所以我们在接收这个二手讯息的时候 我们得去仔细的辨认一下 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最后叫做大众传播媒体 那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不论在全世界哪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最强力的一个传播管道 那么大众传媒告诉你的东西 各位你的经验你都百分之百相信吗 大家摇头 越来越聪明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就会发现 大众传媒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立场 对我们知道 照理来说他不应该有 他应该客观报道 但是很困难 很困难 他难免有他自己的立场 那甚至在某些现在 比如说在政治上比较对立的一些地区 你会发现他立场还很鲜明呢 那所以这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那所以说呢 我们在接受大众传媒的这个讯息的时候 一样我们自己要心里头有一个判断 好 那么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感官 我们都可以去接收讯息 那这当中当然视觉听觉 是两个最重要的感官 那么各位要不要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个感官是最先发生的 视觉还是听觉 没错 人跟人在见面的状况下 第一类接触当中 视觉其实是最完整的 就像各位好了 目前来讲 我都还没有太多机会 听到各位讲话 各位偶尔回答我一句 但是视觉讯息很完整吧 从开头到现在 我都很用心的看各位嘛 所以我接收到很多很多 来自各位的视觉讯息 但是听觉讯息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常的少 所以在各种的感官当中 我们发现视觉它是很完整的 视觉我们当然接收到什么呢 我们接收到很多的造型 很多的颜色 还有人之跟人之间的动态的互动 表情 我们的姿势 仪态等等 那再下来听觉 听觉我们当然主要听到是 第一个 你声音好不好听 你讲起话来 是不是动人 那再来就是你讲出来内容怎么样 你讲话的方式怎么样 有没有这很好的沟通技巧等等 嗅觉的这个东西 是我在研究形象当中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 因为很少人去谈嗅觉管理 但是各位 你知道嗅觉有多重要吗 我们做过研究 人跟人其实在面对面的时候 大概来讲嗅觉讯息 各位告诉我好了 嗅觉讯息会不会停止 不会 因为你不会停止呼吸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我告诉各位 它是属于叫做 隐性的一种因素 隐性的 怎么讲呢 嗅觉的东西你闻到了 但是你会不会把它讲出来 各位我告诉你 连好朋友之间你都不会讲 真的 比如说你今天好朋友 穿了一件衣服 你觉得真的不适合他 你可能会告诉他说 我真的觉得这衣服不太适合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真的不会去告诉你的朋友 就说我觉得你闻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你觉得这样讲出来 真的是太伤人了 太不好意思了 自己会觉得很不对劲 那所以大家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隐性的东西 但是各位可以不妨想想看 如果在嗅觉上面 没有好的表现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 你的人际关系 你如果真的闻起来怪怪的 人家会不会其实想要躲着你 一定的 一定的 只是人家会非常不明显的做出来 他不会告诉你 他不会让你知道的 好 触觉 触觉在很多时候 我们讲已经变成一种礼仪了 一般来讲握手 那西方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礼仪 拥抱 还有亲吻之类的 你会不会很伤脑筋 西方人这套礼貌 伤脑筋 对东方人来讲 真实 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该先亲哪一边 我说你不用慌 因为呢 我们是东方人 反正也不由你主动发动 对不对 你就看别人发动 好 那对方发动的时候 你就回应就好了 比如说 好 同一边了 你这右边去两人就打架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他的左脸过来 你就左脸过去 他右脸来 你右脸去 你知道有些地方是一次吗 对不对 吻一次 各位你知道 不是真的吻下去 是怎样 所有的吻夹里 只是贴一下 各位 但是还有个讲究 你在贴的时候 你虽然嘴巴没有亲到对方 但是你得做出亲吻状 就是说你得在旁边空气啄一下 我称为啄一下 很好玩 你比如这样 啄三下 比如说像在法国 他们啄三下 真的麻烦 可是你就是得这样做 他说 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子 嘴巴做出动作行不行 我说不行 人家会觉得你虚应故事 看起来非常没诚意 对 因为动画人不懂 想说就是这样 就这样就贴个三下 那不行 嘴巴要啄一下 但是你不要 就这样啄到人家脸上去 啄到脸上去 那是真正的是好朋友 那个亲吻是真的亲 所以他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像有一些 这种人生接触的东西 这叫触觉的一个概念 好 最后 我在研究形象 当我研究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终于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在你人生里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跟我一样的人 很认真的做每一件事情 很认真的把你每一件事情都自己以为把它打理得很好了 你就以为你可以得100分了 你就以为所有的人会给你满堂的喝彩 最后发现 不然 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后来终于懂了 原因就在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嘛 我们的价值判断不同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对我们接收到相同的讯息 有不同的评价跟反应 所以我有去研究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样大概可以知道 人可能有哪些东西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不同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把它列出来 在下面这边写出来 第一个是性别 男性跟女性真的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动物 我们在很多时候看事情是不一样的 一个最简单的讲法吧 就是男性比较偏向叫理性的思考 女性呢 是用感性的一个 我不能讲感性思考 因为感性不是思考 感性叫什么 感觉 直觉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这种觉知的方式 年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些很多事情的看法 当然 教育程度呢 当然 再来就是你的职业跟你的工作环境 以及你居住的这个地缘 最后啊 文化背景 这些你会发现 它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有可能的价值判断 那么对这些东西如果做过研究的话 我告诉大家好处在哪里 你如果今天要去做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应该先研究一下 你所要接触的对方 大概是在我刚刚提到这几个项目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分布 这样你会比较清楚 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 就是说你事先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 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的话 就像我今天要来这边之前 我一定要先问一问主办单位说 今天呢 我现场是男士多还女士多啊 他们告诉我说一半一半 我说大概什么样的教育程度啊 年纪啦 我都要知道嘛 因为来到这里我才不会说一种很茫然的状态 那所以这些东西是影响到人 我们去做一个讯息判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好 讲了这么大一套 你终于看到我所谓的传播架构在这里了 那两个方块还在嘛 对不对 主体跟客体那两个方块还在 只不过我现在把我们刚刚讲的所有这些复杂的东西啊 全部用图表的方式来呈现了 这样子是不是比刚刚用口语叙述要来的更简单一点啊 主体旁边围绕着四样东西 人地事物 我刚刚讲了 这些东西都和我们的形象有关 好 在这个箭头投射过去 我们下面列出来三个不同的方式 传递的方式 从面对面到口耳相传到这个大众传媒 好 这个客体本身接收呢 也是有四个重点 因为我们有四个重要的感官啊 视觉 听觉 嗅觉 跟触觉 最后啊 形成的变数 形象在形成变数 我们这边简单的列出四大项 性别 年龄 教育 和职业 那么这个架构呢 从刚刚很简单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投射 变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从这当中 我们可以让这个形象的定义 很清楚的做一个呈现 各位 当形象定义做清楚呈现之后 如果您要去经营您的这个形象 会不会觉得比较有清楚的一个想法 应该是吧 而不是一个 因为突然我们讲的形象 你会觉得它很抽象 我要告诉大家 它一点都不抽象 它就是这个样子 把我当中讲的每个环节 如果你都去注意到的话 你的形象应该可以经营得很好 好 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概念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